好 再看到上市范左仙第一次交保之后呢 就传出老婆出入监理站要变卖名车 而现在就连范左仙的重机车友也证实 范左仙透过她的小舅子 来帮她兜售这台心爱的哈雷机车 范左仙每次跟重机车队出游 总是载着老婆 这台哈雷重机曾是她的最爱 但现在传出这台重机 正透过太太的弟弟 四度兜售换现金的消息 这款哈雷重机新车价格 就要超过60万元 一般中股市场行情 还有50万元左右 但现在急得想要脱手 价格恐怕还要再砍 鞭鱼就很快脱手 假如说可能他们来的 算50万 要脱手脱40万 这是范左仙第一次交保 老实太太的好心情似乎藏不住 谁早上扬这一抹神秘微笑 其实笑容的背后 藏涌更大秘密 就是脱产 之前就传出老婆 多次进出监理站办理过户 这回第二次交保 交保金提高到了40万元 为了求现金 更不得不变卖心爱的重机 但熟悉的车友都说 就算这款重机 二手市场行情有 但因为红岸影响 车友们不想沾着不必要的麻烦 就算再便宜 这群车友也不打算接手 整理新闻和孟谦 先程照顾 新竹蔡峰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